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从昨天的晚间到今天的上午 封面快速通过之后呢 带下来的就是东北季风的环境 那么在礼拜五之前 台湾的大环境都是吹着东北风 水气比较偏少 所以降雨主要是以山区中午过后的午后降雨而已 那么到了周末假期哦 温度会稍微往上回升 那么呢在山区的部分 降雨的雨量也会有所增多 所以呢整体来说 本周的天气变化是比较小一些 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大晴的好天气 仅有在中午过后山区发展出来的午后对流而已 整体的范围比较少也比较零星哦 但是目前预报看起来下周初期将有封面系统 要来接近台湾 因此呢天气变化比较大 提醒大家要多加留意了 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卫星云图 目前呢封面已经是逐渐的在远离台湾 不过呢今天受到封面过后 东北季风的增强 让北部地区的低温哦 其实仅有十多度而已 那么在南台湾同样的相当的炎热 还是有33 34度的高温哦 真的是南北差异大不同 那么呢这一波封面通过之后呢 台湾附近环境的水气就比较少一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降雨讯号主要都是以中午过后山区的午后降雨而已 那么在礼拜五之前 其实台湾的环境大致上都是东北风的环境 要一直等到礼拜五过后呢 这个风向要开始转变为偏东风 不再有这种干冷空气的移入哦 才会让中午过后山区开始好发出比较旺盛一些的午后对流 所以在礼拜五过后 中午过后的山区降雨将会显著的增加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西部的降雨哦 可以看到未来几天来说呢 这个降雨主要都是中午过后的山区午后对流而已 其他地区大致上都是多云道晴 比较稳定的好天气 那我们再看到礼拜日到礼拜四 主要都是中午过后的山区降雨 要一直等到礼拜五刚刚有说到 因为呢不再有干冷的空气移入 偏东风的环境底下让迎风面 东半部地区降雨将会有所增加 再来看一下温度的部分哦 可以看到在礼拜四之前 北台湾的低温都仅有19度而已 早晚算是比较偏凉 提醒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上班上课 无必要记得添加一件外套 那么可以看到高温的部分 虽然有逐日回升的趋势 不过也同样的要等到礼拜五 东北风的环境减弱之后呢 温度才会再度回升到30度以上 那么再来看一下中部地区 中部地区呢在未来一周 低温也算是比较偏凉一些哦 可以看到 其实低温仅有20度出头而已 21到22度左右的温度哦 那么白天的高温还是有在28度 29度以上 所以呢日夜温差算是比较大的 也提醒中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早出晚归的话 务必要记得多添加一件衣物哦 那么在南部地区来说 同样的还是相当的炎热 高温的部分都还是有30度以上 那么低温则是有在2526度 最后呢在东半部地区来说 早晚也是比较偏凉一些的 可以看到在礼拜三之前 低温也仅有20度而已 那么在温度的部分呢 高温则是有逐日往上回升的趋势 同样的也要等到礼拜六礼拜天 高温的数字才会来到28度 最后呢来告诉大家 随着封面的远离 环境的水气 已经是在逐渐的减少当中了 所以呢未来几天 天气将会逐步的回复稳定 不过也要提醒大家 其实这一波东北风的影响 有狭带微量的境外污染移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 全台的空气品质 大致上都是落在黄色的普通 到橘色的对敏感族群 不健康的等级 所以还是要特别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虽然呢水气减少 而且呢早晚比较偏凉一些 不过呢敏感族群的观众朋友 要尽量的来避免剧烈的户外活动 外出的时候也要加强呼吸到防护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